未來幾年一個Marketing十分重要的趨勢就是 我們會更加注重分爐中間和分爐底部 而不再停留在分爐的頂部 如果你聽完我這句話都不太明白我說什麼的話 記得看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網路行銷玩家的阿石 上星期我在理工大學一個證書課程裡面 分享了Growth Marketing這個題目 很快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要了解什麼叫做漏斗 漏斗就是上闊下宅 通常是形容一個Marketing的階段 舉個例子我們的廣告曝光一百萬次 當中只有十萬人看完廣告是真的對你的產品有興趣的 然後當中只剩下一萬人 真的會很認真進入你的網站了解更多 而進去網站裡面 當中最後只剩下一百人購買 反過來說如果當初你的廣告沒有曝光一百萬次 就不會得到一百人購買了 所以曝光一百萬次 當中一百人購買上闊下宅就形成了漏斗的形狀 傳統的Marketing我們一般只會負責頂部 就是說只是負責打廣告 讓人知道這件產品是關於什麼 至於賣不賣得出入網站做什麼 甚至乎是否翻單 甚至乎客戶會不會轉介其他客戶 一向是不關Marketing部門的事 因為跑數一直都是Sales做的 所以新派的Growth Marketing 他們就不再停留在分爐的頂部 而是更加注重在中間和底部 即是不單只出廣告 要被人認識你的品牌 更加要令到人買東西 甚至乎翻單和轉介其他客戶 這就是Growth Marketing一個思維 Growth Marketing相對是形容一些短暫的技巧 用一些手段去快速增長用戶 Growth Marketing通常是指一些長遠的策略 他們這個漏斗是一個叫做AARRR的分路 其實漏斗有很多不同的演繹方式 一畫面看到是傳統學術派 是思維上的一種漏斗 頂層就是要令到很多人認識你的品牌 Awareness 然後當中會有人真的有興趣 因為Aware就不代表有興趣 第三,有興趣的人當中真的有購買意欲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有購買意欲的 真的會take action 真的會錄卡消費 就分成四個階段 其實用漏斗無非是想讓你有一個更清晰的框架 讓你去了解一些比較抽象的Marketing概念 其實這些框架有很多種 例如我們放在B2B的Marketing 我們會有account based的Marketing 我們會用一個調轉的漏斗做比喻 或者外國一家很出名的CIM公司Hubspot 他就想用一個非論 就是無限循迴的方式去取代分路 但是學術界仍然是喜歡用漏斗去比喻Marketing Marketing那邊有分路 在銷售那邊也有派拉的 其實他的概念很相似 但是在影片中我不詳細解釋了 當然小弟寫的書 其實某程度來說都是一個分路 在最頂一層我們用不同的平台去曝光 去吸引人入網站 入網站之後 透過小甜頭轉換成為一個潛在客戶 再透過CRM繼續跟他給價值 提升信任 然後再交給Sales Team去處理 回到Growth Marketing 其實AARRR 這五個英文字是代表什麼呢 第一個是指Acquisition 即是吸納一個用戶 例如我用Spotify或者YouTube做例子 你吸引了他留下的email去登記 第二個就是Activation 他登記了不代表用的 Activation的例子就是 例如他用Stopify之後 他正式聽了第一首歌 或者YouTube 他正式上傳了第一條影片 這個動作叫做Activation 第三就是Retention 就是指他用完一次不止 他會繼續使用 例如一個Spotify或者YouTube的用戶 他定期都會回來聽歌或者回來看影片 或者他會定期上傳影片等等 第四個階段 revenue 就是賺錢 以YouTube做例子就是 一個YouTube的用戶 升級成為一個YouTube premium的付費用戶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 他付了錢之後 他還會referral 其他新客戶給你 例如Uber入香港的時候 在App裡面 他會叫你去轉介其他客戶用戶 成功轉介客戶 你會得到50元 你轉介的朋友 也會獲得50元可以去call Uber 這就是一個referral的機制 最後要留意 Growth Marketing這個框架 是有兩個注意事項的 第一個注意事項就是 Activation這個階段 放在不同行業上 是會有不同的定義的 例如以軟件的戒備為例 Activation是指當用戶 用email登記了戶口之後 他真的會啟動使用 這個叫做Activation 但如果你放在B2B的業務上 你cut up 了潛在客戶的email之後 你設置了一些自動fall up的email Activation 可以是指他真的有看你的email 或者他有回覆你的email 甚至乎可以是指 跟你預約做一個zoom meeting 第二個注意事項 就是下面這三個R 是會因應不同的業務而掉位的 例如以Netflix作為例 去Activate之後 他就是要用戶付錢的了 然後付錢之後 他透過繼續拍不同的劇集 例如Squid Game Stranger Thing等等 從而吸引的用戶繼續每個月付錢 所以以Netflix作為例 他是Revenue先 然後才到Retention和Referral 今天為什麼會分享這個題目呢 我看回自己過去YouTube Channel 說了很多工具的東西 例如YouTube廣告 Facebook廣告 SEO 我怕大家有種錯覺 就是以為學識好的工具 就等於做好那個Marketing 我有個比喻 用Excel很厲害的人 不代表他是一個出色的會計師 用Photoshop很厲害的人 其實不代表他是一個出色的設計師 出Facebook廣告很厲害的人 也不代表他是一個出色的Marketer 其實Marketing的重點 是在於策略的鋪排 長遠的方向 再找工具去配合 例如落廣告沒有回報一個最常見的盲點 就是很多人按鍵很厲害的 他很精準的那班人 但他沒有想過那個廣告的內容本身 是沒有賣點的 消費者看完他的廣告分辨不了 他跟他對手有什麼分別 所以無論你的廣告多精準 你仍然是很難有回報 你用的廣告費的budget也會浪費了 我看回我過去幾年一些我培訓 或者一些顧問的公司 他們廣告會有回報 其實他們首先是搞清楚 整個漏斗的操作 他們大概有一個方向 他們才會出廣告 你的方向你不需要100%清晰 你起碼也有三四成清晰 你才會出廣告 什麼意思呢? 以網點為例 他第一層認識的時候 他會鋪排了 一類型的廣告是做品牌的 那個廣告的訊息就是 我要讓人知道我們公司 是做了多少年 拿過什麼獎 和競爭對手最大的分別在哪裡 他一類就是branding的廣告 做認識的 另一類型的廣告就是做acquisition 例如講offer 他會首先搞清楚自己要什麼 入到網站上 他會提供一個小甜頭 例如 首次購物 九五折優惠 他要留下一個email 這裏就吸納了一個用戶 Activeation 他會再配合CRM 設置一個自動化的email 鼓勵他來消費 因為他拿完那個coupon code之後 email就跟他說 七天內你要使用 然後第七天又會自動有一個email 提供他用 就嘗試令他Activeation retention 就是當他買完東西之後 設置一些自動化的email 希望他翻單 所以你會看到 當我們了解了一個漏斗的操作的時候 你的思維 就不會只是停留在Facebook廣告的設定上 就不會再計較多少點出post好一點 出影片還是出相片post好一點 因為你應該花更多時間 在漏斗的中間和漏斗的底部 因為那裡才是真正影響到轉換率一個關鍵 希望這次這條影片對你有啟發了 如果你身邊有些生意的朋友 去落極廣告都沒有回報的話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他看看 現在你可以看我這兩條影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太陽美人了